挑战永度太平洋旅美法国人李康特为海洋鱼染发声 旅美法国人李康特明天将挑战永度太平洋 预计将得承受滔天巨浪、杀群 还有一堆遍布面积堪比德州的漂浮垃圾 这趟冒险期间 他和团队也会为提升海洋鱼染疫实作实验 法新社报道 李康特、Ben Lecomte将从日本启程 展开这段长达9000公里的冒险 预计得花超过6个月 才会在旧金山完成任务 将成史上首位达到这项令人望而生畏壮举的勇将 李康特的旅程既是冒险也是科学研究 他将写自己的八人支援团队执行大批海洋实验 希望借此提升民众对海洋和塑胶鱼染的意识 昨天刚满51岁的李康特明天将从日本东岸下水 接住就得看老天脸色了 鲨鱼和世人治瘫痪的水母也让旅程危机四伏 但李康特泰然自若 李康特在他的小艇上受法新社采访时说 我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 尝试寻找极限在哪里 他计划每天由8小时燃烧超过8000卡路里 其余时间他将在长20公尺的支援艇发现者 上休息、睡觉以及进食 发现者每天会再把李康特送回他上岸的地方 放他下水继续游 李康特1998年游泳横渡大西洋后 曾发誓再也不尝试这档疯狂事 但有了家庭后 他又对永渡太平洋跃跃欲试 李康特将为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等27个科学团队搜集海洋影像和医学资料 他表示 海洋与染汇带来重大冲击 海洋与染汇带来重大冲击